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謝主席所人點 雖然現在 台灣的疫情 不斷在在 發展當中 讓我們沒有辦法 能夠來到教會 來參加 聚會 現在我們是用網路的方式 一起 在網路當中 來一起來敬拜神 那今天 晚上想要跟大家一起 來分享的 題目是 從創世紀看 神是福 我們 淡水教會 那麼在家庭聚會當中 現在我們都不斷地 在查考著創世紀 我記得在 事業的時候 有跟大家一起 來分享 來思考 從創世紀當中 來看罪的詮釋 所以我們 在那一次 跟大家分享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我們能夠了解到 這個罪的詮釋實在是 很可怕 那麼 那麼 我們從創世紀 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到 雖然神用 洪水 將那一個 罪惡的世代 把它毀滅掉 留下了 挪亞 一家八口的人 但是 這個罪 沒有因為這個洪水 就把它消滅掉 依然地 繼續地延伸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罪 真的是 一個很可怕的 但是我們 可以 可以再發現到今天 我們要來看 創世紀當中 來看神的赤福的時候 可以看到 雖然不斷地在破壞 但是呢 神 卻不斷地 來赤福 因為我們最近在 查考這個創世紀 我也花了一段的時間 在看這個創世紀 我發現創世紀裡面 有很多在描寫的 神赤福 大概從創世紀第一章 一直看到第五十章 大約有二十次左右 神在提到這個 神赤福的事情 那麼呢 我們要是讀創世紀的時候 我們的分類的方式 可以從創世紀第一章 一直到第十一章 是一個段落 然後從十二章 一直到五十章 又是在另外的一個段落 那麼在這兩個段落當中 從第一章 一直到第十一章 那裡所描寫到的 神開始創世紀第一章 第一章 起初神創造天地 第二章 第二章 第四空隙分沌 淹滅黑暗 神的靈應行在上面 跟著下來 神說 開始 我們就會看到 神就開始在 做創造的工作 那麼神呢 花六天的時間 來在這裡創造 然後呢 前三天 是來創造 讓我們人居住的這個層面 第一天 照光 第二天 造了天空跟水 第三天就造了甘地跟植物 那么到了第四天 最后开始这个大光的问题 光体的问题 第五天是鸟跟鱼 神创造这些鸟跟鱼 第六天创造了牲畜跟人 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 祂是一个很有次序的 前三天 祂照光 照天空跟水 空气跟水 然后还有甘地跟植物 这个是对于我们人居住的层面 然后在他碰到这些问题 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第二节说 地势空气温沌 湮面黑暗 神怎么用来处理这个方式 祂是用分开的方式 把光跟黑暗分开 然后在第二天 祂也是用分开的方式 把天空跟水把它分开 第三天 祂也是用分开的方式 把甘地 湿地 这样把它分开 那么到了第四天 那么神就将他第三天的创造的过程当中 就家庭东西进去了 所以在第四天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神就说了就有光体了 有太阳 有月亮 再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的奇妙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创世纪第一章 到了 其实呢 创世纪第一章 我的理解应该是到第二章的第三节 这个创分到创世纪的第一章是比较合一的 但是因为当时在古操本里面 西伯来圣经里面 它是没有分章节的 这是到后来人才来分章节 才分出来的 所以呢 在这个神的这个创造当中 有的用六天的来看神的创造 有的是用七天的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创造 所以六天来创造的话 我们刚才所看到神在这个六天的工作 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的创造观 创造的观念 那么以七天再加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是以神为中心的创造观 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 圣经坦白讲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最难的 真的是很难 很难去理解 而且呢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神的创造当中 它是在这里描述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选择性的创造 选择性的创造 不是用科学的方式角度来去评判 它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一章 到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在这里面呢 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就有这个神伺服的字眼就出现了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呢 假设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 他说神就造出了大鱼 和水中所资深各样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的飞鸟 各从其类 神看似好的 请看二十二节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说知生还多 充满海中的水 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五天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开始发现到神赐福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 创世纪我们的分段的方式 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到 神在描写的过程当中呢 在创世纪的描写当中呢 有五次的 有五次的神赐福的 这个记载 那么第一次的记载呢 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二节 这个地方 地方里面呢 是神赐福给一切 祂这个赐福的过程当中 祂以灰鸟跟水中的鱼 这个是第五天 结果我们发现到 在神赐福的这件事情呢 我们以前常常读的时候 以为是神赐福是对人 应该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对人 但是呢 从创世纪 在神的创造的过程当中 第五天的时候 神就祝福了 海中的鱼跟空中的雀鸟 这一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那么第二件呢 在这个当中的第二件的记载 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呢 这是神在照着他的形象 照我们人的以后 二十七节这里面就讲到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照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照男照女 二十八节 他说 神就赐福给 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管理海里的 于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神创造了森树 然后呢 还照着他的形象 照我们的人 跟着下来 神就赐福给我们这个人类 这是在创世纪里面 从第一章到十一章里面的 有五次的 五次的祝福里面 这是第二次的祝福 然后第三次的祝福呢 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 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第二节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祝福给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赐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这是在创世纪里面 第三次提到了 神赐福 在这里面说 神就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这是第三次的祝福 然后到第四次呢 在我们在创世纪 到了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又再看到了 神赐福的字眼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 他说亚当 第五章第一节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当神造人的日子 是造着自己的形 自己的样式造的 并且造难造理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 神赐福他们 称他们为人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又再看到了 这是在创世纪里面 第四次讲到的赐福 这里面说 在这个第五章里面 是讲到亚当的家谱 亚当的后代 那么在这个第五章里面 他在描写到的时代 在这个描写到时代 这个是在第四次的 第四次的祝福 那第五次的祝福呢 就要跑到这个第九章 创世纪的第九章 第九章的第一节 创世纪的第九章的第一节 他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片满的地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又看到了 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当中的 第五次的祝福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分享的这个创世纪的 这个神的祝福里面 我们从看到这个 创世纪里面 从一章到第十一章 作为一个段落 然后从十二章 一直到五十章 是另一个段落 这两个段落 来去思想它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第一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了 神的这个创造呢 是从无中生有 然后呢 然后从上世纪 一直看到五十一 五十章的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到神的救赎 跟神 这个在创造这个 属于灵界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 慢慢去体会 就能够体会得到 那么神这个 在创造的时候 分成这个三个阶段里面呢 第一个阶段是创造天地 创世纪从第一章的 第一节到十九节里面 他说神所创造的天地 创造这个世界 才会有属灵的人 后来神造了人 所以呢 他先 在创造天地 好像是没有人居住 没有动物居住 他这个创造没有意义 然后呢 第二个阶段呢 是在创世纪的第二十章 一直到二十五章里面 这个第二阶段的创造里面 他的重点是创造了生命 创造了生命 动物性的生命 就是有生命的活物 这是神的第二阶段的这个创造 第三阶段的创造 是讲到了我们的人类 我们这个人类跟这个动物 虽然都是生命的活物 但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然后呢 人 神吹了一口气 给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所以 这个人的价值 在这个地方 能够跟动物的差别 就能够显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三个层面的这个创造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创造 开始的时候是物质界 第二次的创造里面呢 是谈到的生命界 第三次的创造 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 那么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神在这个赐福的上面 三个创造 三个层面的创造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好像是有两个层面的赐福 刚才我们谈到了 神第一次的赐福 是在上次记得第一章的二十二节 他是对空中的飞鸟 还有呢 海中的鱼来赐福 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开始在思想的时候 也感觉到 这个是为什么 为什么神的赐福不是对人吗 怎么他们先呢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神赐福的重点里面呢 不管是对人的赐福也好 对这些 这个鱼来 或是鸟类的赐福也好 通通的有一个 他们都是一个条件 都是叫他们 资身黄兜 要遍满地面 这个是在神的赐福里面 所以这个神赐福里面的 这个三个层面的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神创造的生命的这方面里面 重点就是 要把生命能够的延续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海中的鱼 你在用什么方法去怎么样去消灭它 没有办法把它消灭掉 永远鱼就是这么多 因为神就是赐福给他们 你看到天空的飞鸟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看到这个天空的飞鸟 我们很少看到飞鸟从天空掉下来 很少看到 麻雀我们也很少 麻雀常在我们身旁边在飞来飞去 但是呢 我们却很少看到 麻雀呢 从空中掉在地上 死掉的 很少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神的赐福里面 重点就是生命的延续 要他们繁殖 赐身繁殖 那么呢 再来第二个呢 第二个层面的这个祝福里面呢 对人的这个赐福来讲 对人的赐福也是一样 在对人的赐福里面呢 因为我们人跟其他的生物来讲 它差别在哪里 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所以才为什么我们人成为万物 人为万物之灵 就是这样子 在二十八节里面 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生物也好 对人也好 这个神的一个祝福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叫他们生养众多 遍满地命 然后呢 对人来讲 再来跟着下来 就是叫他要治理这个地 还要管理海中的 渔空中的鸟 还地上各样的活物 这个是神给我们人 的一个 祝福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我们人 这个叫神赐福给我们的 生养众多 还有呢 我们要替神来管理地 还有呢 来管理这个 这个生物 神所创造的这些生物 然后呢 第三个层面来讲 它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 从一节到三节里面 其实这个 这个是在神 在祝福的 是时间 所以这个安息日 第七日是安息日 所以呢 创世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 在神赐福给安息日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然后呢 神创造一天到六天 他说有三次的创造 然后呢 两次的祝福 是从无到有 到了安息日这个时候呢 这第三次的祝福就出现了 神呢 安息日神所设立的 创造 而且呢 神来赐福这个时间 所以呢 这个六天当中呢 神赐给我们的 赐给我们生命 人要在 这个六天当中 在神的赐福当中 去生活 去殷勤的工作 这个是 我们要努力去 在这个事情 那么呢 安息日呢 是神赐福的时间 我们也看到 这个日在第三节说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因为在这日 这个日是讲什么 时间 神就赐福时间 而且呢 把它分别为圣 所以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今天要享受安息日 这是神的赐福 要能够享受安息日 一个他说 刚才我们在读圣经里面 说这第七日定为圣日 所以这个圣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在安息日的这个圣呢 有圣的 我们才能够在安息日呢 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所以我们感谢主了 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最得到的赐免 成圣 能够进入到神赐福 赐福的安息日的这个时间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了解到 神在开始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三个方面的层次 然后呢 他的创造 三个层次 物质界 生命界 照着人的形象来造人 跟着下来 神就在这个赐福的当中 赐福生命 赐福了人 然后又赐福安息日 让我们能够来享受安息日 那么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到了洪水以后呢 这个里面到了 我们再看在第五章好了 在这个第五章里面呢 讲到人的问题 神的赐福 我刚才有讲到这个 这个是 神在赐福里面的第四次的 第四次的 在第五章 创世纪第五章 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神造人的日子 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并且造男造女 在他们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所以在这里面 第五章里面其实是讲到亚当的后代 在这里面所讲的 讲到亚当的后代里面是讲的 在没有犯罪以前 这里面所强调的不是犯罪的亚当 而是讲没有犯罪的亚当的 所以他这个是讲到这属于神的这个系统的后代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第三节 第三节 他说 亚当 活到了一百三十岁 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赛特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赐福里面 对亚当的赐福里面 为什么神赐福给亚当 一个很重要的 他说 我们是照着神赐照着自己的形象 样式来照的 所以我们人的这个尊规在这里 然后呢我刚才再提到第五章里面 第五章的这个家谱一共有写了时代 这个时代的家谱呢 讲他是亚当的后代 这个这里面所讲的不是犯罪的亚当的后代 他重点是在讲到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后的 这个角度在写这个后代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呢 在第三节这里面讲到这个赛特的时候 他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在这里面就可以给我们去思想了 在神的这个赐福里面 对我们人的赐福 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然后呢我们所生的儿女呢 我们的下一辈呢 也是 所以在第三节这里面说 一生的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所以在这里面呢 有时候我就开始在思想了 要怎么样去门福 我们 他交代我们 圣经对我们人的交代是叫我们要生养众多 然后呢 在生养众多下来的孩子呢 要像我们 我们是 我们像谁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呢 我们的儿女呢 要像我们 我们要像神 这个的角度 去思想到这个神的赐福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 我们有时候在思想到 在我们在 在我们对于 我们生儿女 怎么样来教导他们 不是要让他们能够像我们 就好像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的这些 这个是 这个是在给我们一些思想 怎么样去门福的一个的概念 但是呢 我们要是从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可以看到 到了第七一的时候 升到第七代的时候 就升到了以诺 那么在这个第五章里面 所讲的这个时代里面 只有一个以诺 在这个二十四节说 在这个五章 创世纪五章的二十四节说 以诺与神通行 神将他取去了 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只有这一个 其他的呢 你要是一直看到最后面 写到这个时代的后面 最后一个字 就死了 就死了 这个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一支描写 一直到这个 挪亚那个时代 所以在上次纪第六章里面 就讲到 那一个时代的人 人多起来 而且呢 这个世代败坏了 这个 这个时候的败坏 败坏到最后 神就用洪水 把他们毁灭掉 毁灭掉 毁灭掉了以后呢 但是呢 到了 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呢 第六章的第九节说 挪亚的时代记在下面 挪亚是一个艺人 他在当时的时代 是一个完全人 挪亚和神同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神的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 是描写了 这一个 一个是神第一次的创造 第一次的创造 第一次创造 创造到最后面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魔鬼的 魔鬼的罪的这个群世 始祖亚当家犯罪以后呢 连地都受咒诅 所以这个罪就不断的 在这个世界上 结果呢 到了最后 大家多死了 多死了 都是用这个在描写 这是第五章里面的描写 到了后来 神用洪水 把他那个世代把它毁灭掉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神去留下了 这个挪亚一家八口人 这个挪亚一家八口人 所以到了我们到的第九章 我们刚才讲到了 第五次的赤福 这个第五次的赤福里面 就是神是赤福给挪亚 跟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所以你再来这可以看出来 这个的祝福跟这个 跟那个 上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八节里面的这个赤福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 要他们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这个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 但是呢我们要是 在这个第一段 就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的这个五次的这个祝福里面 我们也可以去慢慢的去思想 他们到的最后为什么会失败掉 挪亚虽然后来经过了洪水 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他们一家八口呢 出了荒座以后 挪亚做了农夫 或者去种葡萄园 种葡萄酿酒喝酒 出状况了 这个是在讲到 人的这个罪的诠释又在人的上面就一直一直的下来 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的时候呢 假使我们要是看到了 创世纪的第十一章 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挪亚 他的三个孩子 然后神就分 也是一样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 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 当时呢在我们 我记得在上一次在查考的时候呢 在这个第九章 第九章 在里面有讲到咒诅的事情 那么呢 在这个第二十五章 他说家囊是当受咒诅的 要给他们弟兄做奴 奴仆的奴仆 上一次有讲到说 神为什么 照理来讲呢 韩见到他父亲赤身肉体呢 这件事 他的父亲赤身肉体这件事情来讲呢 应该要把他处理掉 他结果没有 跟他的兄弟讲 然后他的两个兄弟呢 就去把他处理 把这个问题把他处理掉 结果后来 那个挪亚行为以后呢 就咒诅 咒诅迦南 没有咒诅寒 有人说因为 这个在九章 第一节里面讲说 神已经祝福 挪亚跟他的孩子 所以神祝福就不能咒诅他 所以只有咒诅 这个他的孩子 孙子这个家囊来咒诅 这个是一种讲话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再看过来 后来呢 挪亚的三个孩子 就分开了 就慢慢的 就生养众多了 那么生养众多了以后呢 然后在第十一章呢 就里面呢 第十章也有 第十一章也描写 第十章是描写的 挪亚的三个孩子的 这个家谱 那么在第十一章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神来赐福的是散足 刚才有讲到 刚才我们看到 第九章的第二十五节 然后呢 第二十六节呢 又说呢 耶和华是散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然做他 做散的奴仆 所以这个散足 这个是来讲 挪亚的三个孩子当中 神捡选的这个散足 这个散足 但是呢 被捡选这个散足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你要是看到 从第十一章里面 描写到的 他们说要建一个 巴别塔的事情 巴别塔的事情 后来我再看 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呢 在《创世记》十一章 从挪亚的这个孩子 闪的这个系统来讲 他这里也是描写的 十代 那么这个十代当中的 第五代呢 这个华勒 我们看一下 在第十章 第十章的二十五节 说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字叫做华勒 那么华勒呢 我们看中文圣经的下面 他有写一个分 分 有一个分字 就是呢 当时呢 他们 这个字在讲 这个法勒的这个时代 时代来讲 那个时代来讲 他们就是 那些人呢 要来建巴别塔 要来荣耀他的名 有时候我们也怎么知道 这个 那个时代呢 因为圣经里面 他的名字里面叫做分 可以让我们了解 哦 他就分上 把他们口音变乱 不能够同一个语言 就把他们分散到各地 然后呢 我们又看到 这第十一章里面来讲 十一章里面 从第十节一直到 三十二集这里面 也是讲到了 散的十个支派 十代 十代的第五代的时候呢 就是华勒 华勒的那一代 后来 我有做了 做了一些统计 统计 那么呢 他们 他们 挪亚 出了方舟以后 一直到 神捡选亚伯拉罕的 大概是经过的时间 是两百八十二年 那么呢 华勒呢 华勒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就要来 在照巴别塔的这些 这些人的 那个时间点 大概呢 从挪亚 出方舟以后 大概是一百零一年 我是从他的出生的日期 去算的时候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呢 挪亚的他的三个孩子 就是神捡选的这个散族里面 到了一百年后 也是出状况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面呢 越来越败坏 所以神再一次的 来这个来捡选 就是捡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这个就是在第十二章的 所以呢 创世纪里面呢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里面的十二章 一到三节 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相当重要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的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说 耶和华 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 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我也要叫别人得福 要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第三节 为你祝福的 我就赐福给他 那咒诅 咒诅你的 我就咒诅 救赎他 地上的万主 都要因你得福 那么在这一段 这一段的时间 我在看这个创世纪的 神的赐福里面 我感觉这一段话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段话 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那么从神在创造 创造以后 后来 这个世界被毁灭掉了 因为最重要的关键毁灭掉了 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 现在在创造的时候 开始在拣选 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拣选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被拣选的时间 年岁的时候是75岁 后来他活在 最后面他死的时间 是175岁 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里面 在他前75岁 这75年 没有什么记载 到了70 后的100年 神捡选亚伯拉罕 到来改成亚伯拉罕 这个100年当中 这一件事情 所以神捡选亚伯拉罕 然后在创世纪里面 从这个时候开始 神在捡选一个民族 然后借着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这个君王 然后要来赐福 这个赐福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们看 在这个地方里面 也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人类的堕落的问题 然后神怎么样 用拣选的方式 拣选亚伯拉罕 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然后呢 拣选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赐福去给他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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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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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的 那么在这里面来讲到的 神对亚伯拉罕的 这个赐福里面 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开始呢 神拣选 用拣选 拣选一个民族 要成为一个大国 然后呢 我要赐福给你 要赐福给他 而要叫他的名为大 然后呢 也要叫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个一个很概念 一个神拣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要使他们叫别人得福 然后呢 祝福你的 祂就祝福 祂就祝福你的 祂就祝福他们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福 所以从这个地方说 神的在 这也可以讲是第二次的 第二次的创造 第二次的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拣选 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家族 后来在我们在从创世记里面 跟着从这个十二章以后一直看 描写的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约瑟 这一个 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下去 然后呢 在这一代一代的下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亚伯拉罕 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当中 我们在这个 被拣选的人 在犹太人的 他们的一个概念里面 讲到被拣选的人会受苦的操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的操练是蛮多的 像是我们要是看到这个 第十五章 这个第十五章里面 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 亚伯拉罕的这个 要叫别人 因为他得福 万国要因为他 我必须给这个 然后呢 万族要因你为得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神要赐给亚伯拉罕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是迦南帝 要赐迦南帝给他 流奶一蜜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十五章 十五章 创世纪十五章 十五章的 那个 第十八节 你们说 当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说 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 要从埃及河 直到 柏拉大河的地 这里面来讲 神跟亚伯兰立约两件 第一个 神要赐给你后裔 然后呢 这些的后裔呢 要承受的土地 我们常常讲到说 迦南美帝 迦南美帝 流奶和蜜的地方 迦南地 跟应许地 这个我们 我们比较少去注意的 其实在这里面讲到的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 给他的地 比迦南地 大了 不知道 二三十倍 他在这里面 从埃及河直到的 柏拉大河 埃及河直到的 柏拉大河 这一个地方 这个叫做应许地 我们看耶稣亚距里面 他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 那个是迦南地 跟神的祝福的这个应许地 不一样 但是呢 到了这个应许地 到什么时候 他才拿到 到大卫的时候才拿到 所以为什么大卫是合成心意的人 其中有一点 因为他完成了神的应许地 这个的 这个 所以呢 在这十八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说 要赐给他的后裔 还有呢 赐给他的应许地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是一个 是福的 所以我们从 从这个角度去 再去思考 也可以 可以思考 但是呢 你假如在读到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 他又讲到 神要应许地要给你 但是呢 你们的子孙呢 这个子孙呢 要去 要去住在 住在别人的地方 要在那个地方呢 受苦四百年 这是十三节里面记载的 到了第四代 他们才要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在想到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要赐福给他 要把加拿美帝 要赐福给他 这件事情 要等四百年以后 再来承受 你等得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亚伯拉罕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真的 对从十二章里面 一到三节里面 这个描写 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他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亚伯拉罕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他从七十五岁 到了他的一百七十五岁的时候 这个一百年当中 圣经经里面描写呢 亚伯拉罕是最后弃绝而死 心满意足的 来过了他的这一分 所以西伯来书里面 在描写这一段的时候呢 从十一章 西伯来书十一章的八节到十节 西伯来书的十一章 十节到八节到十节 那里面 那里面的描写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属于地的试探 这个地的这个操练 然后呢 西伯来书的十一章的从十七节到十九节里面呢 这个是讲到属于他的后裔的 后裔的就是在这里面描写的时候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 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 他跟撒拉生的才是喔 结果呢 到了一百岁才生了这个孩子 结果在经过了大概十几年吧 神叫他去摩利亚山上 把他献给神 二十二章里面的描写 亚伯拉罕听神的话就这样做 后来神替他一杯的一只羊羊 替他献祭来完成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 从这些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去思考到 所以你要是再看到了 到了他们这个世代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直到耶稣 在这里面也是一样 我在看的这里面 神不断的跟提醒的 以撒也好提醒的 雅各也好 都还是一直在提醒他们 在里面的后裔 神要赐给你们的大国 要让你们只生多 假设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 然后呢 在旷野又走了四十年 最后耶稣要带他们打 迦南地 才来完成回去到迦南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神赐福 其实来讲 我们今天要得到神的赐福 我们今天要得到神的拳选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要接受很多的操练 很多的操练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 在对地的操练也好 对他的后裔的操练也好 神就这样子在那里操练 但是亚伯拉罕 他凭着信心相信 他信神的话 神就赐福给他 后来我今天呢 就把那个 要如何领受神的赐福里面 就从这个创世纪里面 我们从这个 亚伯拉罕以后的这一段里面来讲 在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 神就告诉他们 叫他们要离开 离开本家本族 这一段的事情 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去理解到 我们今天要门湖 也是一样 要离开本家本族 富家 往我只是你的地方去 所以要有一种离开 不要 我们不要给这个世界绑掉 我们要有一种离开 愿意到了神给我们的地方 然后呢 从他到了第十二章 七节到八节那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安 开始呢 去到哪一个地方 处处在那里竹坛 处处在那里竹坛 竹坛献祭 竹坛献祭里面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呢 在那里竹坛就是要献祭 然后第二个呢 他竹坛的意思 在那里竹坛的意思 来宣告神的名 所以呢 他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到哪一个地方 去竹坛献祭的意思 表示说 他到了神赐给他的这个地方 来宣告 这个地方 是神家赐给我的 虽然我现在 没有办法拿到 将来一定会拿到 这个竹坛 处处去竹坛 这件事情 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今天 我们住 不一定说我们住的地方 一定有教会 有时候我们也会搬家 不要忘记 处处出唐 就是我们去到哪一个地方 都要去找教会 要靠近教会 然后呢 第三点来讲呢 在十五章的第六节里面 讲到 神称亚伯兰为义的原因 是因为 他信耶和华的话 这是十五章第六节里面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门符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做这个的思考 然后呢 到了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里面 又讲到 神告诉他 你要做完全人 这要做完全人 然后呢 第十八章的十九节里面 他在十八章第十九节 那个地方里面 有讲到的 十八章十九节说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 吩咐他的种子 和他人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多成就了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 也可以让我们要门符 创基里面的门符里面 这是我们要去努力 要去学习的地方 要去 要遵守 神的话 然后呢 我们要遵守他的道 要秉公行义 再来呢 在二十二章的十八节 或是二十六章的第五节里面 讲说 听从了我的话 亚伯拉安 他听神的话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听从神的话 怎么样听从神的话 圣经怎么说 其实圣经是 神对世人说话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听得到神跟我们说话 我们照神的话去做 这样才能够门符 再来二十六章的第五节里面说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绿绿瓦度 这是讲到亚伯拉安的事情 这里面也是提到 要怎么样去门符 再来 第八点来讲 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 这是对以撒子讲 告诉他说 你不要惧怕 当时他在挖井 他碰到 他们碰到的饥荒 他的父亲有下埃及 神告诉他说 你不要下埃及 那以撒就听神的话 他就不下埃及 然后呢 后来呢 神就祝福 那一年给他收成百倍 人家就嫉妒了 他挖到井 人家就说 那是他的 就来吵吵闹闹 以撒一只杖一只杖 其实住在那个地方 虽然是神赐给他的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他人丹力薄 他会害怕 神就告诉他说 不要惧怕 这个也是我们在 我们的信仰当中 有时候为了信仰 我们会遭受到很多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会惧怕 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要惧怕 再来到了第三十五章 第二节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就是雅各 雅各要去拜神的时候 他当时他逃难 他哥哥要杀他的事情逃难 后来呢 神跟他同在 后来 后来他回来以后 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要去拜神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们 要除去外邦的神 而且要自觉 是在三十五章的第二节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讲到这个 约瑟 约瑟 我们在约瑟 的这个角度 从三十五章 除了三十八章以外 这样再看下去的时候 好像约瑟 没有描写说神赐福给他 但是呢 约瑟里面有几件事情 这也是给我们去了解 怎么样 能够从神那里 能够从神门神赐福的事情 有没有 在三十五章第二节里面 他有讲到 他的祖母在引诱他的时候 他有讲说 我怎么能够 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 所以我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去了解的 我们今天要门福 尤其你们可以看到 这次台湾的疫情 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阿公殿 这件事情 好可怕 阿公殿 这件事情 所以很小心 不要去换 这是得罪神的事情 去那个地方 是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耶稣他说 我怎么能够做这个 大恶来得罪神 然后呢 到了后来 他父亲也死了 他把他们兄弟都接到埃及去了 他们的兄弟就来找耶瑟 他怕耶瑟保护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耶瑟讲了一句 五十章的第十九节 他说我其能够代替神呢 我其能够代替神呢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得理 得理要饶人 不要以为得理就不饶人 他呢 用爱 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 这种的动作 是一个得到门神赐福的 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 从第一章一直看到 五十章里面 从赐福的角度来看 其实真的是我们要学习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最后呢 我从这个创世纪里面 在读到神的一个心得 那么在创世纪最后一章 五十章 有一段话 创世纪的五十章 请看的二十五节 五十章 创世纪五十章的二十五节 他说 耶稣教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海果 从这里搬上去 在这里面 在这个创世纪里面 我们以前读创世纪 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五十章里面 开始神创造天地 然后呢 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说 耶稣的棺材留在埃及 但是呢 在这里面 这个要从神赐福的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就看耶稣这个地方 耶稣要死之前就是 要求 对他们那些子孙 严严的要求 要叫他们起誓 说江南里面 要回到江南地区的时候 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面搬上去 搬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在出埃及记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就带着耶稣的骸骨 就带上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到了 再来我们再看这个历代至下 历代至下的最后一章 就是三十六章的最后一节 历代至下的三十六章的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当中 他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事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雨 里面中间还他指名的可以上去 厌耶和华他的神以里面同在 在这个历代至下的三十六章的最后一节里面 这里面又有一个上去 这个上去是什么意思 他们被鲁七十年时间到了 上去 回去 去重建圣殿 重建圣城 从这个地方开始 讲上去 那么我为什么会提这两节呢 《创世纪》的第一章 《创世纪》的第五十章里面 在这个历代至下的三十六章的最后一节里面说 你们中间做他的子民的人可以上去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这个 他的这个使命 所以呢 在这里面历代至下 我从犹太教的西伯来文的圣经里面 他一共分作的是有二十四卷 那么二十四卷的最后一卷 二十四卷就是历代至上下 他们的分裂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陀拉 陀拉就是摩西五金 第二段里面是叫做先知书 先知书又分作两段 那十二先知书 那小先知以外才有一段 再来第三个呢 叫做圣路 这个圣路里面 像他们的智慧书 譬如说但英里书 在圣路里面 不是在圣路里面 还有呢 以诗 以诗帖 也是在圣路里面 路德记也在圣路里面 耶利米哀歌也在圣路里面 历代至上下 他们把它放在圣路 列王记上下是放在先知书里面 那这个是犹太书 西伯来文的 这个犹太教的圣经里面 是这样子 那么呢 他在最后一章 讲到的 叫他们要上去 好 那么这两段呢 我从今天所看的这个 《创世记》的神赐福里面 就看到了 他们 耶稣 不忘记 叫他们要上去 然后呢 这些被掳的人 叫他们也不要忘记 要上去 那么我们 今天我们的信徒 要看 要怎么样去得到神的赐福 我们也要上去 上去哪里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吸引耶稣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进天国 求主耶稣祝福大家 好好的努力 从这个神赐福的角度 今天内容很多 我花了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在寻找这些 可以让我们知道 所以在《创世记》里面的神赐福里面 就是说神拣选我们 要赐福给我们 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赐福祭给我们 那赐福祭的 要赐福祭的时候 我们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 在这个挑战当中 他也教导我们的方法 怎么样能够去得到神的福气 我们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做的话 这样子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就可以 可以 就像他们一样 当他们 耶稣死了以后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把他的海骨带上去 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 时间到以后 他们回上去 回到耶路山里去重建 我们 当我们离开世间 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要上去 上哪里 为天家 建主也祝福大家 好 我们下来